《秘密的作者朗達·拜恩》 《秘密的作者朗達·拜恩》 藉著這本書 淺顯易懂地向世人介紹了吸引力法則 而且讓世人了解它是一種可以讓自己的所思所想 全部成真的法則 也因為秘密的問世 讓它成為一名世界知名的作家 於是它自己也是透過明白吸引力法則 而且加以實踐而得到明星、財富和成功 就是這樣 現在它可以說是吸引力法則的頭號代言人 至今仍然保佑無人能及的超高人氣 感恩會令人生越來越豐盛 讓自己每日想出十件值得感恩的事 《秘密大獲成功》之後 他又出版了第二本書《力量》 內容是在探討吸引力法則的源頭 他主張一切都來自於愛 愛是一切吸引力法則的源頭 說得更具體一點 就是 你如果想要有錢 就要熱愛金錢 你如果想要成功 就要熱愛成功 如此一來 你可以得到你所想要的一切 拜恩就是這樣說的了 換言之 他主張的想法就是 藉著熱愛自己所追求的事物 就可以將自己追求的一切吸引到身邊 而魔法就是他更進一步解釋 吸引力法則的第三部作品了 他在這本書裡是這麼說的 感謝是引導人們走向一切成功的魔法 這本書一開始就解釋了 當你欺欺某件事物 而啟現愛那件事物的時候 絕對不可以缺少感恩的心 而謝謝這句表達感恩的說話 就是魔法的咒語了 感恩會帶你邁向美好的一方 感恩是讓人生封城的關鍵 提出這種主張的絕非自由朗達拜恩一個人 事實上不少人都說過類似的說話 尤其是在日本 教導謝謝的重要性之人更多不勝數 而且只要是為了心靈或靈性所寫的書 無論是怎樣的內容 都會提到感恩的重要 不過魔法這本書還有他的獨特的地方 在於教導人實踐一個為期28天的感謝練習 拜恩說 只要不斷地練習 就可以讓感恩變成自己的第二天性 讓自己的魔法力量提升 因此希望大家都能夠每日持之以行地練習 至於練習的方法 書裏面就為每一天開出了不同的練習題 讀者必須一一完成 在你消犯這些練習題的同時 感恩也會逐漸轉化成為你生活中的習慣 第一天的練習 是要在一早早起床之後 想出至今為止 所發生過的十件值得感濟的事 而且將這些事寫在筆記本上 然後第二天、第三天 也出現其他新的練習 每日共通的練習題就是 想出十件你願意感濟的事 而且將它寫出來 每日重複這項練習 事實上 單單是這項練習 就可以讓我們得到人生中的很多覺察 經過不斷練習之後 你會發現 過去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 其實都是一項恩典 從而你會懷抱感恩的心 到那時你也將會發現 過去有很多時候 我們雖然沒有跟對方說出謝謝 但其實我們的內心是十分感激的 既然是這樣 下次我一定要好好把謝謝說出口 練習的過程中 一定會讓你得到像這樣的領會 朗達拜恩經常說 只要透過感謝 你就可以立刻得到你所想要的事 不過我們也覺得感恩不僅是和心想事成有關 事實上 只要說出謝謝兩個字 還可以讓自己感覺如月 也獲得心靈的平靜 實際上 朗達拜恩也明白到這一點 但是他刻意說成 只要經常說謝謝 就可以變得富有 得到你所想要的一切 這樣做 一定是為了向大眾傳達感謝的重要性 28天的練習中 有容易達成的項目 也有難度比較高 但是只要竭而不捨地完成每一天的練習 最後一定可以將感謝變成一種習慣 朗達拜恩說 重複三次 謝謝謝謝謝謝 可以讓魔法發揮到最大 謝謝這句說話 本身就是一句高震動頻率的話語 高震動頻率的話語 說的次數越多 越可以提高自己和周圍的震動頻率 或者還可以說更多次 不用局限在三次上 不過根據他所說 重複三次的效果是最強而有力的 大家不妨都試一下 其實我們能夠在這裡 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感謝的事 日文感謝的語言 這真是一件難得的事 就是最佳的註解 存在於當下 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如果可以對此心懷感激 將可以讓我們無所畏懼 對自己存在於當下心懷感激 事實上就是在這裡感激 那個令到自己可以活在此的存在 換言之 是在這裡感激宇宙萬物的源頭 化為自身的力量 可以說是一本非常滑悅的魔法書 千萬不要閉眼看 請每天都要閱讀當日的練習題 而且加以實踐 然後留心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變化 無論是自己心境上的改變 自身遭遇的改變 還是周遭人的變化 你會發現自己和身邊的人事物 開始發生各式各樣的轉變 當你完成28天的練習之後 你將可以自然而然感激一切 感謝寫了這本書的朗達拜恩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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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該不會滑在上面 那邊喝一瓶 嘻嘻嘻嘻嘻嘻嘻 嘻嘻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